大家好 平时除了工作以外 我基本上都是在林子里晃来晃去 而每次总能发现一些好玩的事情 以前看到树上的香蕉 我总会很自然地想到 这个是供应给我们人类来使用的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香蕉妈妈孕育了一串一串的香蕉 就是为了给它树下的小宝宝们来使用的 香蕉成熟以后会掉落在地上 然后腐烂就会变成食物供应给土壤 土壤再把这些丰富的营养提供给香蕉宝宝 看到这样的画面 我就会很自责 因为如果我们把香蕉采去吃掉了以后 就相当于掠夺了香蕉宝宝们的食物 当土壤没有办法提供给香蕉宝宝足够的营养的时候 可能今后你就再也没有香蕉可以吃了 我们人类不是不可以去索取大自然里面的果实 但是我们要学会修复土壤 如果我们喜欢种植而不懂得如何去修复土壤的话 我们就会把我们非常有营养的土壤变成一堆垃圾 我们不可能指望一堆垃圾能够长出非常好的植物来 其实土壤本身它自己也有修复的能力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是一棵野生的植物 它为什么会长得这么健康呢 是因为它为土壤做了修复的工作 那么这个工作是怎么完成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土壤其实特别像一个大胃王 它要吃很多的食物 然后把这些食物储存在土壤当中 变化成很多不同的养分 在提供给我们的植物 只要我们在土壤里种植了绿色的植物 这些植物就会通过光合作用 为我们的土壤提供最原始的养分 当太阳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有了阳光 当我们在土壤里面拨下了种子 种子又长出来了它的真叶的时候 叶子里面就会有一种东西 这种东西叫叶绿素 叶子里的叶绿素有点像魔法师 它会吸收阳光 然后再把它们转化成一种很有趣的东西 它把植物气孔里接收到的二氧化碳 和植物的根部吸收到的水分 结合在一起 然后把这两样东西转化成另外一种东西 叫做糖 而这些转化好的糖就会被植物所吸收 植物吸收不了的那一部分糖 就会转化成另外一种东西 叫做淀粉 储藏在植物的茎部和叶子当中 也会储藏在土壤里面 变成土壤的食物 这就是光合作用 这棵野生的植物之所以能长得这么好 因为它的叶子长得特别好 它的光合作用做得特别好 光合作用可以使我们的土壤 得到最基本的修复 同时也可以使我们的绿色植物长得特别健康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大部分植物都需要有阳光 才能长得比较健康的原因 另外光合作用还能使植物散发出来氧气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绿化环境的原因 光合作用是一种很简单 而且特别容易做到的对土壤修复的一个过程 而更高级的过程呢 就没有像光合作用这么的容易了 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什么是共生菌 土壤里面的共生菌和植物之间又是怎么样结合 来对土壤进行修复的 我们都知道氮元素是植物生长需要最多的一种营养素 也是我们土壤当中最需要的一种食物 但是大自然真的很有趣 空气当中有80%的氮元素 而绝大部分的植物没有能力从空气当中直接吸收氮元素 只有少部分的豆壳植物可以通过固氮作用 从空气当中吸取氮元素提供给自己 也提供给土壤 我们来看一下固氮作用到底是怎么样完成的 土壤里会有各种各样的细菌 其中有一种细菌叫做共生菌 这种细菌在遇到自己适合的豆壳类植物的时候 它就会偷偷摸摸地钻进植物的根部去 植物在受到共生菌侵蚀的时候 会产生剧烈的反应 就会在根部长出一个个的小柳子 这些小柳子有一个名字叫做根柳菌 而根柳菌当中有一种东西叫做固氮酶 这固氮酶就像一只只的小手伸向空中 把空气当中的氮元素全部抓下来 去提供给自己的根部 同时也提供给我们的土壤 这样的话这个固氮作用就产生了 固氮作用产生的好处就是 我们的植物得到了氮元素 我们的土壤也得到了氮元素 这个不可缺少的营养物 有了大量的氮元素 我们原来比较平级的土壤 又变成比较肥沃的土壤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个一个的大坑 就是我拔完萝卜留下来的痕迹 种了十字棵类的植物以后呢 土壤消耗的养分是非常大的 这个时候呢我一般就会选择 种一些豆科类的植物 让豆科类的植物产生固氮作用 给我的土壤提供大量的氮元素 来修复一下已经有点平级的土壤 为下一次继续再种植 十字棵类的植物打好基础 在拔萝卜吃的同时 我已经开始育种蝉豆苗了 在萝卜吃完以后 蝉豆苗也就长得差不多大了 可以开始移植了 种植了那么多年豆科植物 我觉得还是蝉豆的固蛋作用 是最好的 拔完萝卜以后 一定要好好的把这块土地松一松 因为只有土壤越疏松 蝉豆的根才有可能长得越深 越多越茂密 根越茂密 根流菌就会长得更多 那么它的固蛋作用的效果就会更好 我的土壤就会得到最大限度的修补 虽然蝉豆有固蛋作用 但是在苗期它的根还没有长大的时候 我们还是需要在底肥当中添加不少的肥料 比方说牛粪羊粪之类的 让我们一开始的这些小苗呢 能够把根长得好一些 我在底肥当中还添加了一些饼干和蛋卷的碎末 这些都是过期的 乱七八糟的全部都打成粉末 这个呢就是提供给土壤里面其他的细菌 包括蚯蚓来吃的 蚕豆是一种特别容易生牙虫的植物 所以我们在移植好小苗以后呢 一定要在小苗的周边铺上干净的稻草 或者是甘蔗草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虫类的产生 把一颗小苗给大家看一下蚕豆的根 虽然它的苗还很小 但是根已经非常的发达了 看着这样的根是不是很开心 就说明接下来它的根流菌会长得非常多 这颗展示过根的小苗有点受伤 移植以后呢我会拿一个筐子把它罩住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容易死了 我在两行蚕豆的中间套中了香菜 因为蚕豆有固蛋作用 可以提供给土壤里面大量的蛋元素 而香菜呢是属于叶菜类植物 它也是需要很多蛋元素的 所以我把香菜种在这里 可以不用施肥也不用追肥 香菜就可以长得非常好 另外我在蚕豆的地里还套中了一颗丝瓜 因为蚕豆的固蛋作用可以给丝瓜提供大量的蛋元素 我又可以省去了很多肥料的钱 我在丝瓜周围种的蚕豆苗比较密一些 因为丝瓜的根系是非常发达的 它可以走很远的地方 我如果在丝瓜的周围多种一些蚕豆的话 我就不打算去收它的蚕豆果实了 就是要它的根来跟丝瓜的根进行纠缠 使我的丝瓜有更多的蛋元素 这样的话丝瓜就可以长得更好 种一颗就够全家人吃的了 甚至吃不完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套中的结果 这个香菜我既没有打底肥 也没有追肥 但是它长得特别的好 为什么呢 因为有固蛋作用 我不需要施肥了 这个香菜不仅长得很好 而且口感也是非常的不错 拔一颗起来瞧一瞧看一看嘞 看看这个香菜跟街上买的香菜有什么不同 想象得到吗 这么碧绿碧绿碧嫩碧嫩的 一点肥料都没有用过 好省钱啊 看看好吃不好吃 我朋友栽回去吃了以后 打电话跟我说 这香菜太好吃了 赶快留种啊 其实这就是普通的香菜啊 只不过有了固蛋作用而已 再来看一看香菜的根系 香菜的根系其实就是一根筋 所以它对蝉豆根系的影响不会很大 它去偷吃蝉豆的蛋肥也不会吃太多 但是它又能长得特别好 所以在蝉豆地里套种香菜 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这是已经盘过根的丝瓜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丝瓜长得有多好啊 我也没有给它追过肥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打了一些底肥 所以在蝉豆地里套种一颗丝瓜 在丝瓜边上多种一些蝉豆是可行的 拔一颗蝉豆出来看一下 它的根部是不是有根柳菌啊 原来根柳菌是长成这个样子 是白色的 一球一球的 有点毛茸茸的感觉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的土壤本身就有蝉豆所需要的共生菌 但不是每块地里都会有这样的细菌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细菌的话 也可以去买一些蝉豆适合的共生菌 放到土壤里面 就会产生孤单作用 而我的地里为什么会有这一类的共生菌呢 是因为我在地里埋了不少好东西 同时呢 我还用了玫瑰花酵素 套种了那么多东西 蝉豆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现在蝉豆已经开花了 很快我们就会有蝉豆吃了 有观众提问 说为什么山丑家的蔬菜好像都没有病虫害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当我们把土壤修复到最佳状态的时候 我们的植物非常不容易得病虫害 在日后的视频当中 我还会来跟大家分享 如何修复我们的土壤 那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